《大陸》 洛縣地方檢察官將上任 霍克曼誓言打擊犯罪 605日公路週末封55小時 預計週一早晨開通 洛杉磯破獲大量毒品槍械團夥 累計50嫌犯被捕 火場充斥有毒物質 癌症是消防員主要死因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作為即將上任的洛杉磯線檢察官 內森霍克曼表示 他會以堅定中立的立場 對待罪犯 實施適當的懲罰 來看報導 前聯邦檢察官內森霍克曼 在這次選舉中打敗賈斯康 當選為新任洛杉磯縣檢察官 他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表示 會以強硬的中庸之道 適當合理的正義來規正罪犯 是有很多人 who have committed these type of offenses try in many cases to get them the help that they need to ensure that they won't be back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霍克曼表示 在上任第一天 他計劃取消犯罪一刀切政策 針對幫派犯罪實施量刑加刑 擴大檢察官指控青少年罪犯的自由度 並讓檢察官再次與受害者家屬一起 出席假釋聽證會 此次以無黨籍身份參選的 霍克曼表示 他樂於接受監禁以外的解決方案 以及刑事司法制度的替代方案 競選連任失敗的賈斯康在過去四年內曾兩度面臨選民發起的罷免行動 但都已失敗告終 至於霍克曼則會在今年12月2日上任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郭曰熙綜合報導 加州交通局宣布 從週五晚上到週一早上 唐尼和諾沃克地區605號公路往南的路段 會因為道路維修 關閉55個小時 來看報導 從週五晚上開始 一直到週一早上 在唐尼和諾沃克地區南向的605號高速公路 將進行為期55小時的道路關閉 從5號高速到Firestone大道的所有南向路段 加州交通局會從週五晚上10點開始 至週六凌晨4點01分 安裝K型導軌和臨時化線 部分時段會開放兩條車道 隨後於週日至週一凌晨5點01分 拆除輕軌並重新規劃公路後 所有車道會完全開放 加州交通局表示 這些路段 平均每天有超過25萬輛汽車行駛 為了避免塞車 司機可以選擇替代的高速公路 包括110號高速公路 長灘710號高速公路 和57號周到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劉佳佳總和報導 經過長達兩年的調查 洛杉磯陷警方終於在本週 獲獲了當地和墨西哥毒銷 合作販毒的幫派團夥 並搜出大量槍支毒品和非法獻金 來看報導 洛杉磯陷警局週三發布新聞稿 宣布他們在2022年11月 針對販毒集團啟動的調查行動 終於有大幅進展 棄毒行動至今 警方起貨了超過1000磅毒品 其中包括至少80萬粒芬泰尼藥丸 46公斤骨科鹼 約13公斤海洛因 以及製毒化學品等毒品 另外還有約25.9萬美元的販毒收益 和將近70把步槍和手槍 在與司法部檢察官等單位的合作下 警方在週三當天 逮捕了13名團夥成員 目前犯罪團夥也遭到聯邦和加州 針對販毒 違規武器 危害兒童 重罪犯持有槍支和密謀分發槍支的罪行指控 一旦罪名成立 每人將面臨最高無期 最低10年的聯邦刑期 新聞稿顯示 這場行動起因於2022年 針對南洛杉磯康普頓一處住宅的初步搜查 當時查獲大量毒品並逮捕起訴兩名嫌犯 經過進一步調查 警方發現嫌犯與墨西哥販毒集團合作 並利用洛杉磯幫派的藏匿處支援販毒行動 新桃人電視台記者王滋一綜合報導 在野火頻發的加州 火場瀰漫的煙霧和化學物質 讓消防員常年暴露在危險中 研究表明 他們比普通人更容易罹患癌症 來看報導 大火燃燒產生很多有害物質 包括秉吸權、一氧化碳和甲醛等 很容易被消防員吸入體內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 消防員罹患癌症的風險 比普通人高出9% 主要為呼吸道癌、消化道癌、口腔癌等 致死率更是高出14% 為了保障消防員的安全 南加州格倫戴爾市消防局 給157名現役消防員 進行癌症篩檢 希望能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消防員說 雖然消防車上都配備自給式呼吸器 但也無法完全避開致癌物質 雖然滅火工作十分危險 但擔任消防員15年的扎卡里安 依然對這份工作抱有熱忱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遠劉傑 歐山基採訪報導 週五 南加部分地區出現了零星震雨 北加州也面臨冰凍警報 從週五晚開始 多地氣溫預計會低至華氏29至32度 隨著風暴系統從太平洋襲來 北加州部分地區已收到冬季天氣警告 新一輪降雨可能會在週日晚上9點左右開始 而華氏20至30度的低溫 可能會持續到下週三 部分地區降雪量預計在4到10英寸 受影響的地區包括昆西、切斯特和蘭峽谷 民眾要注意出現道路濕滑和道路積雪 如果民眾需要開車行經50號高速公路的 雙橋到梅耶斯的路段 都需要安裝防滑鏈和雪地輪胎 至於南加州 沿海和內陸地區的氣溫 會維持在華氏60多度 高山社區則會在下午才有較高的氣溫 約在華氏30多度 針對聖貝納迪諾山區 冬季天氣警報會持續到週六晚間10點 整體來看 位於海拔5000英尺以上的社區 將會迎接1到3英寸的降雪量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劉佳佳總和報導 隨著川普即將重返白宮 墨西哥官員證實 大批非法移民將趕在之前 湧入美國 另外 川普曾在競選時表示 將取消出生公民權 預計美國的移民政策將會發生巨變 來看律師分析 《華爾街日報》15號報導稱 在美墨邊境的人口販運組織 通過社交媒體APP頻頻喊話 讓非法移民儘快在川普上台前入境美國 對此 墨西哥官員也證實 在墨西哥南部 上週有大約4000名移民集結 在人口販運集團幫助下 希望超捷徑入境美國 美國司法部前助理部長 傑夫·克拉克週四接受本台專訪時表示 針對非法移民 特別是來自墨西哥的販毒集團 和委內瑞拉的黑幫組織等成員非法入境時 川普可以依照外國敵人法御驅逐 但是我覺得美國終究是一個移民國家 一方面在限制非法移民 另外一方面美國還必須要考慮 怎麼樣合法地接納那些大量的 全世界範圍內的向往美國 願意融入到美國文明的這些高速度移民 另外在源頭上解決非法移民的問題的時候 最好的辦法是 主要是在中南美洲 美國要和盟友們合作 解決當地的人道危機 大量的非法移民的進入 給美國的國家安全 社會治安都帶來了嚴重的威脅 美國當選總統川普的競選承諾之一包括 驅逐非法移民 確保邊境安全 川普在競選時還明確表示 將取消出生公民權政策 這讓非法移民的孩子 將不再自動獲得美國國籍 無論是嘗試取消出生公民權 還是大量締解無政移民 這都是川普政府力圖解決 非法移民問題而採取的步驟 鉴於接下來共和黨已經完全掌權 國會 兩院 白宮 最高法院 那麼可以想定共和黨一定會大幅度地修改移民法 收緊美國的移民 所以我相信至少短期之內 一兩年之內我們會看到 美國的移民形勢發生重大變化 週五 德國總理舒爾茲和俄羅斯總統普京 進行了一個小時的罕見通話 這是自2022年12月以來雙方的首次接觸 舒爾茲週五在電話中敦促普京與烏克蘭進行談判 來實現公正持久的和平 他還要求俄羅斯從烏克蘭撤軍 並重申德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支持烏克蘭 舒爾茲和普京的上一次通話還是在兩年前 自那以後 柏林改變了此前的中立姿態 加大了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成為僅次於美國的隊伍第二大支持者 不過在川普贏得美國大選後 由於川普曾多次批評西方對烏克蘭的援助規模 並暗示要迅速結束戰爭 加上舒爾茲執政聯盟正面臨失利 外界認為德國未來對基辅的支持 似乎存在不確定性 舒爾茲日前坦言 週日與川普進行了通話 兩人討論了努力恢復歐洲和平的問題 這是一個好談 烏克蘭總統子蓮斯基周五表示 舒爾茲與普京的通話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子蓮斯基警告 烏克蘭不會在領土問題上妥協 當天 烏克蘭國防部長烏美洛夫也強調 烏克蘭正在努力奪回過去十年中 被俄羅斯占領的所有土地 同時否認了烏克蘭 已將戰略重點轉移到優先考慮安全 而非領土上的說法 同一天 克里姆林宮則稱 普京和舒爾茲的通話是積極的 但雙方在烏克蘭問題上仍存在嚴重分歧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 易靖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中共國務院近日宣布 從2025年起將除夕重新納入法定假期 外界分析 這次變動被視為中共黨魁習近平 全是衰退的信號 來看詳情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日前簽署新規定 將法定假期增加到13天 包括除夕和5月2號 除夕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 原定為法定假期 2013年 中共黨魁上台後 除夕被從法定假日中移除 不少人猜測原因 除夕諧音 除夕相關 由此除夕變得格外敏感 此次中共國務院恢復除夕假日 分析人士認為 這一變動是習近平權勢衰落的又一信號 過去這兩年 中共取消除夕放假的慣例 意味著習近平個人權力膨脹到最高點 所以要求比照古代帝王那樣的避諱 不要除夕 從而鞏固和轟托他的權威徒尊 但是 現在李強宣布除夕恢復放假 那絕對不是李強的個人意志決定的 而是再一次證實了 習的權力已經被削弱瓜分 還有專家指出 近期習缺席多項軍事會議 軍權疑似旁落 除夕假期的恢復 或標誌著中共內部權力重構的開始 引發外界對其未來地位的關注 過去兩個月來 中共正在一步步地 對外釋放習近平權力衰弱的訊號 為將來領導班子的大變動來做鋪墊 但是習在位的時候清洗了太多敵人 他如果失去權力 會不會也失去性命呢 所以接下來觀察重點是習派會不會設法反撲 而中共內部會不會掀起更大規模的權力大亂鬥 分析認為 通常情況下 中共黨魁的忌諱是不可輕易更改的 除非其權力地位發生了動搖 才會出現禁忌被打破的情況 儘管中共一直標榜自己是無神論者 但中共高層領導人卻始終對種種忌諱深信不疑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秦悅 紐約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近期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發表 《為什麼人類是謎的社會》一文 中共前機械副市長李傳良在拜讀後深有感觸 他呼籲大家多聽一聽大師心靈的指導 一定會身心受益 2023年以來 李洪志大師陸續發表了 《為什麼會有人類?為什麼要救度眾生?》 中共前機械副市長李傳良在拜讀後 對宗教信仰 對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作為基督徒 所以我總的感受呢 在您說這個迷的世界 確實 尤其是世界到了現在這個狀態 尤其我親身也感受到了這種撒旦的迫害 所以我更認可呢 我們的未來要珍惜當下 應該對我們的未來要有所思考 我們應該是在神的指引下 未來怎麼能更好的公益 憐憫 善心 李傳良是一名基督徒 早年就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高級管理人員 工商管理專業 曾任黑龍江省積西市和賀港市副市長 後來持續公職 下海經商 2020年移居美國 他因在大紀元和新唐人揭露中共官場的黑暗而遭到中共迫害 李傳良拜讀李大師的文章後 對於自己所受的迫害 人生得失和未來有了新的看法 首先人類不能沒有宗教 因為宗教我個人認為它既是一種文化 也是一種信仰 同時更是人心目中的一種救贖 所以人類一直是在困難中也好 受難中也好 實際一直是在這個人世間這麼去發展下去了 我們對人類的認識 對一個人的認識 如果太過於狹隘了 那就容易迷茫 在中國社會 中共用高壓強權控制了一切 大部分人被洗腦 宗教信仰被打壓 滲透的已經走樣 李傳良指出 凡事宣揚無神論 故意污衊神的本身就是邪靈 是共產撒旦 我在中共的體制下工作了很多年 我是太看透他們這些狀態了 這種是極權的暴政是太可怕了 所以呼籲大家能多看一看牆外這些聲音 能多聽一聽各位打師心靈的指導 或許對他們的自身 不管精神的健康 身體的健康 未來 尤其為了我們現在廣大中國的下一代 這些優秀的年輕人 會打有幫助 新唐人記者柯婷婷 李韻 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為了打擊校園霸凌 羅馬尼亞選擇從小學教育做起 近日 課堂中迎來了一群特殊的訪客 一起去看看 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 小雞羅迪卡從運輸箱中 小心翼翼地走了出來 羅迪卡曾經受到人類虐待 後來被動物中心救助 這堂課程讓學生和家禽相處 希望藉此讓學生學做一個人善的人 和小雞羅迪卡一起到訪的 還有小鴨泡泡 性格開朗的小鴨泡泡在教室裡昂首擴步地走來走去 受過創傷的小雞羅迪卡則是待在教室前面 女孩輕輕地抚摸安撫著她 我會覺得很優秀 因為如果我會遇到我身體 我會覺得很優秀 人們 我會覺得很優秀 人們 羅迪卡首都不達佩斯特 鄰近的伊爾夫夫郡 今年有約20所學校 率先進行這項實驗性的動物教學課程 如果這項試點計劃有所成效 將會推廣到全國實行 這項試點計劃有所謂的敏感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與人們相對敏感 因為在學校的抗爭 他們都很大 在學校的抗爭 他們都很大 新台電視台記者 韓非 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祝您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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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